夏季到来从事水域活动的民众势必会增加 为了提升海巡人员执行救护任务能量 海巡署东部分署第12岸巡队和华联县消防局及卫生局 共同举办了全民急救教育推广讲席 其中有6位的女性队员 她们虽然身躯娇小不过相当的认真专注 而实际操作的练习更是有条不问 不输给在场的男性同仁 也期望未来在救援能量上可以增添一注心血 第12岸巡队参加的55名队员 其中有6位女性在课堂上表现突出 尤其教学演练时 手忍地完成救护程序 在众多男性中脱颖而出 充分展现了巾帼不让许美的霸气 为提升我们海巡同仁执行救护任务的能量 花莲县消防局以及卫生局共同举办 全民急救教育的推广讲席 那么本队共计55位同仁参与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同仁在紧急救护能力 以及技巧上能够稳步的成长 以及有效来确保民众生命安全 除了需要专业技能外 更需要体力 而女性同仁从事海巡救援任务 难度更高 更令人敬佩 而经过这一次的训练后 除了增加同仁在紧急救护能力及技巧 也将有效确保民众生命安全 还巡署花莲沿岸地区北浦 接心潭 花莲渔港 皆有提供免费救生衣出接的服务 也请从事水上油气活动的民众 散加利用 加强自身的安全保护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